一名基督徒怎么样带人处事 才能够看出来 他是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不是看他的能力 不是看他的智商 不是看他会不会讲方言 更不是看他懂多少圣经知识 所以拜托会方言祷告的人 麻烦不要到处吓人 嗨大家好我是乃哥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教会里面常见的一种 超自然现象 方言 在影片的一开始 我一定要稍微说明一下 教会有很多很多种 不同的教会参加起来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独自的风格 在外加 如果你要算整个基督教的话呢 你还要去包含天主教 或者是东正教 那我自己本人是主于基督教新教 这个教派 就连在我们基督教这个新教的教派里面 有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宗派其实聚会起来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不过呢今天谈到方言这件事情呢 我要专门讲的就是基督教新教里面的比较偏向灵恩的教派 我还记得我身为一个12岁的青少年的时候呢 我有一次跟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们去参加了一场教会举办的特别聚会 其实场地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啦 场地在外面 讲员也是外面的人 那这场聚会参加起来是这个样子 我们那天呢 在一个场地里面聚会的人数绝对有几百人 甚至有到一千人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当时呢台上的人在带大家唱诗歌 很多的人都看到教会里面有在唱歌嘛 对我们就在唱歌 然后呢台上的牧师就突然说我们开始使用方言祷告 然后呢虽然我没有当年当下的任何的录影或拍照的存证 但是基本上场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虽然身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方言是什么 但是在那个场面在那个当下 那个身为我在里面的其中一个听众 我其实蛮傻眼的 我也蛮不舒服的 甚至我想要离开 外加呢我本来对于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人用方言啊 祷告啊 我都觉得他们是怪怪的人 尤其是那些大声的用方言祷告的人 我都觉得他们怪怪的 所以呢当时身为一个青少年的我 我就对于说方言 我对于方言祷告 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情绪 那么我也可以想像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结果你被你的基督徒朋友带到一个这样子的场合 你的感受肯定跟我当时一样 甚至更傻眼 也有可能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们的教会可能其实是属于 反对使用方言祷告的这种类型的教会 所以呢你就一直对于方言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疑问 没有关系都好 今天呢我就要以我不专业的见解 来回答看看几个关于方言的问题 第一题 方言是什么? 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呢 他曾经提过上帝赐给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属灵恩赐 然后方言就是属灵恩赐之一 属灵恩赐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就是他是上帝会亲自给我们人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礼物 这些特别的礼物呢常常也都包含着一些超自然的元素 那么接下来因为中文圣经翻译的关系 圣经里面讲到方言的时候呢 有可能指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个这个方言单纯就指的是别的国家的语言 例如在这段圣经他讲说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没错这个别国的话来呢 也算是一种方言 换句话说假如今天我 我得到一个很特殊的属灵恩赐 叫做我可以说起别国的话 我明明不是日本人 但是上帝突然让圣灵感动我 让我突然可以讲日文 我可以跟日本人讲话 传福音 这个也属于说方言的一种 那在教会界里面 其实蛮常听到这种类型的一些见证 有的人会分享说 他在台上带祷告的时候呢 他就突然觉得圣灵感动他 他就说出了一大堆 对他来讲是他听不懂的语言 结果台下的人跑来反应说 你什么时候学会我们国家的语言呢 实在是太厉害了 除此之外呢 我也听说过 我有朋友跟我讲说 他其实以前不会讲英文 他是一夕之间 被圣灵感动之后呢 从此之后他就可以用英文说话 所以第一种的方言就是别的国家的语言 那第二种呢 就叫做非人类的语言 那他出现的方式呢 可以有两种啦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方言祷告 也就是我最最前面一开始 播出的一段一大堆的群众啊 在那边 看起来情绪非常激动 对那叫做方言祷告 第二种呢 是真的是当一个牧师 或者是一个讲员 他在台上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在祷告 但他就开始说起另外一种语言来了 但是这个语言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 那就会被称为说方言 那么关于这种类型的方言的话呢 圣经里面是这样子讲的 例如这一段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拔一般 在这边呢 保罗讲的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也就是其他国家的语言 并天使的话语 这个天使的话语 指的就是非人类的语言 对有一些圣经学者 有一些古代的一些犹太人 他们认为呢 天使之间呢 也是有他们的语言的 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说出天使的语言来 再来就是这段圣经 所以那说方言呢 就当求者能翻出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这边讲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把方言说出来啊 对着一群群众说的 那就必须要有人 能够把它翻译出来 如果你自己 无法翻译出来的话呢 别人应该翻译 第二个讲的就是 当我们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不是在用我们的理智 不是在思考我们要讲什么说词 讲什么祷告的内容 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感动 让我们直接把它说出来 所以方言到底是什么呢 神亲自把一个称为 属灵恩赐的特殊能力 给了一些人 那这些人呢 就能够讲出其他国家的语言 或者是讲出一种 人也听不太懂的语言 这就是方言 下一个题目 如何学方言 那我个人认为 方言这种东西 不是用什么技巧 什么方法 不是去上一门课 然后就可以 学会怎么讲的 要得到方言 得到这个恩赐的话呢 就是上帝给你 或者上帝没有给你 也有可能是 还没给你而已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有一些教会呢 认为方言是有技巧 可以用教的 有一些教会觉得 只能去跟别人解释 方言是什么 上帝会亲自选择 要给这个人 或不给这个人 关于这个怎么教 怎么学 就连在接受方言的 灵恩派教会里面 也有很多的争议 那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回到圣经里面 保罗讲说 既然这是一个属灵恩赐的话 我就比较难以想像说 他是人跟人 彼此可以教学 然后就学来的 但是当然啦 我是觉得需要一种辅助 需要一个环境 也需要自己 有这样子的意愿 想要去有方言的恩赐 上帝不会强迫你的 下一个问题 方言如何使用 基督徒认为呢 神会亲自感动我们 在不同的场合 跟环境 有些特别的应对 其中也包含了 对一些人说一些话 可能是鼓励的话 可能是祝福别人的话 也可能是 关心别人的话 都可以 所以呢我认为方言 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有可能 会有一些人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想要说出一些方言 来对别人讲 但是当然先前有讲了 根据圣经 如果你要对着台下 或者对着一群人 说方言的话呢 必须要有人能够翻译出来 不然的话 别人在那边听你 下卡拉巴巴有什么用 只不过呢 翻译方言又是另外一个 属灵恩赐了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在这边的部分 圣经是这样说的 那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 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这段圣经特别在讲说 当你说出来这种方言 是属于没有人听得懂的 这一种的时候呢 对他有他存在的原因 对他能够把一些你想不到 你无法去理解的奥秘说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翻译的话 最多最多 就只是帮到你自己而已 那有没有哪一种属灵的恩赐 是属于不是帮自己 而是可以帮别人的呢 有 那就是做先知讲道这一段 上帝同样的也可以感动你 让你有一些话 可以说出来告诉别人 但当然这个告诉别人的话 就是人话了 例如中文或英文 下一题 会讲方言比较厉害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在圣经里面 耶稣是这样讲的 他说我们彼此相爱 才是身为基督徒的重点 一名基督徒怎么样待人处事 才能够看出来 他是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不是看他的能力 不是看他的智商 不是看他会不会讲方言 更不是看他懂多少圣经知识 所以拜托 会方言祷告的人 麻烦不要到处吓人 最后一题 乃哥 你会方言吗 会 我会方言祷告 故事回到我青少年的那段时期 那段尴尬的时期 觉得说 好奇怪哦 上帝一定要透过这种 莫名其妙的一种方式 来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吗 为什么方言祷告 一定要看起来这么诡异 虽然那时候我的确是蛮反感的 但是长大之后呢 我渐渐的看见方言祷告的重要性 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开始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如果说方言祷告是一个属于你 也要让我领受的属于恩赐的话 那我OK 于是就这样等着等着等了三年五年的 什么都没发生 直到有一次我去香港的时候 跟几位香港的朋友 我们一起在做一个祷告的时候 他们两个用方言祷告 而我呢原本是用悟性祷告 因为我不会方言祷告嘛 但是我一开口我就讲出 我自己都听不懂的话 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使用方言祷告 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还真的很强烈的感受得到 这段时候我在为什么事情 我在为什么人祷告 虽然讲出来是一种我自己听不懂的语言 但是我其实也蛮熟悉 圣灵在我的身上的工作 所以那个感受上是很真实的 那我自己不是属于那种平常没事干 会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大声的用方言祷告的这种类型的人啦 通常是真的有什么事情 我很认真在祷告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使用方言 对于方言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点开这个影片 这是我星期天晚上的直播 这一集刚好读到一段圣经在讲方言 所以呢你们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当然我近期已经拍了一系列十部 耶稣与各样子的主流的动漫电影的这个主题的影片 可以参考一下或许会有你喜欢的 那么感谢你们的观看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成为会员 一个月三十块台币 一块钱美金就可以加入 而且还可以加入我们会员专区 观赏会员才可以看的影片 加入我们在留言区的讨论 OK那今天就讲到这边 拜拜 by bwd6